我们现在讲是怎么去装置 D-Link这个工具的software software就把CD放在电脑里之后呢 我们就到我的电脑 mycomputer里面去找那个碟子 好,它叫DPH-50U 所以这个就是D-Link的那个 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它在装置的时候 一般人家以为这样子 就可以装 一般认为说我install driver 就可以装了 但是你看它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都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这个 不知道是当初它做defect还是怎么样 OK,好,都没有反应 这时候呢,我们就要right click right click就是右按你的mouse 你的老鼠,滑鼠 把那个menu叫出来之后 我们去explore explorer这个CD 好,我们去看看它里面的东西 它的装置是有点奇怪 我相信是它当初设计碟子的问题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看 我们要从哪里呢 我们要从setup进去 OK,setup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去按这个 setup 这个是一个驱动软体的记号 像电脑,然后旁边有一个箱子 好,我们打开之后 它就开始安装这个软体 它说你要安装吗 好,那当然了 一定同意 OK 好,它说请插入你的机器 那个机器插完 而且要按OK 它这个时候就像我们上次讲的 我们的电脑内部的卡片 我们在装的时候呢 是先插卡后装软体 现在呢 我们是外面的 外面的hardware 我们在加的时候 先加软体 再加硬体 那如果说 有的是你如果次序做了还可以 有的大部分 大部分都还可以 但是有一些部分是说 你放错次序的话 它根本就不work 好,那我现在要插dlink 好,我插进去之后呢 它的电脑就呈现说 它找到一个软体 好,那我先从这按OK 然后呢 它就说 它找到一个新的硬体 叫我们开始install 它就自己会去找这个东西 好,它是说装置完成 那但是事实上呢 还没有 一般这个东西啊 它装置要有两道程序 好,finish完以后 就先关起来 对不对 它又出来一次 那这次还要不安装呢 要 它这个dlink 它有一个安装上的问题 它就是需要装两次 你装完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这个东西 它告诉你说 哎,你要不要继续装 它讲说它是跟那个 没有通过它的检验 但是你一定要continue anyway 就是一定要让它继续装 好 接着呢 然后我们就打开那个Skype Skype打开以后 好,sign in了 你就会看到 它上面出现了一个 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机器 我们大家接受它 然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用这个机器 当做那个电话的通讯工具了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